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早晨大师 早晨大师 各位网友早晨 到星期一的RF 开始了 今个星期 聚焦也是周五 杰森和鲍威尔说的 至于外围方面 美股 周五 都是继续有升幅的 包括 纳指上升 三十多点 道指上升接近一百点 先说一下外围 杰森和鲍威尔说的 对外围有什么影响呢 大师 首先第一 就是说 检讨过去一个星期 升到星期五 美股的升势 就开始薄弱一点 几十点 一百点的升幅 究竟这个反弹 完美呢 暂时都很难说 但是呢 已经去到一些大的阻力位了 到此都上回四万楼上了 到之前的顶位附近 那所以呢 但是 差不多到阻力鬼的时间呢 我觉得 可以加一点点 在这儿 嗯 但是 这儿加注呢 都要小心翼翼去做 看一下往后的趋势 是否跟着一次这样做 那这个星期呢 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数据 嗯 我想市场都是关注着 礼拜五的 究竟 鲍威尔说的东西 会怎样呢 所以呢 其实预示了呢 这个星期呢 这个美股应该都 不会有太大的 升幅的了 那所以 为什么说 下注先 就是这样的了 嗯 真真正正 真的等星期五说话呢 那就 那就精彩了 究竟 去这样的 方向啦 包括了 美国的 经济衰退的情况 究竟 他 肯面对现实利啊 还是其实 仍然都是遮掩住啦 嗯 美国的 通胀的问题 究竟 是不是真的 很严重 仍然 继续不停呢 那 这个 也是很关键的了 就是 我整天都想啦 但是 有时 大胆加一次 小心求证啦 究竟 九月 现在 全世界 已经 反映了 要 减息的情况之下 甚至乎 可能 减息 0.5 0.75 这样的情况之下 究竟 有没有可能 说的 大家 不要当真 有没有可能 不减呢 呃 现在 外面的官员 口风 就是 循序漸进 慢慢 减 是的 之前 有炒过 说 减半厘 现在 看 Best Watch 都是减0.25 比较多人 觉得是 雜事 是的 当然啦 减0.25 其实是 无关痛痒的 就是 亦都是 影响性 你说 对经济的帮助 大不大呢 绝对不大 嗯 但是对于 压制通胀 那 那 譬如说 现在 如果通胀数据 是真的继续放缓的 减0.25 是不是 会立刻 急速刺激 回到通胀呢 又 不会的 嗯 所以 最轻微 也是 官员来说 最可以 满足市场要求 就是减0.25 当然啦 会不会不减呢 会不会不减 这个 也不排除 这个可能的 我想也要 看看 阿威尔那些 就是 看看这些数据 而且 看看他在 Jetson Holt 上 所说的 究竟是怎样啦 是 会不会有 透露 因为其实 我觉得呢 始终呢 鲍威尔呢 是减与不减呢 都还是未知之数的 呃 还有就是说呢 呃 究竟 减了 会不会真的 帮助到 这个 经济呢 如果少的 不是大刀斧斧的 根本就没用 嗯 但是 你说 减少少呢 其实也不会刺激 就是通胀 那 那就要看一件事情了 嗯 究竟 通胀 会不会回来了 嗯 就是 如果突然间 有很多信号 通胀是 夹着出来的呢 那 你不减就不行了 是吧 是 那 看通胀呢 通常我们看有 和看同的 是 是 金呢 其实我觉得 这层升上来呢 一方面 就反映了 地缘政治因素 但是这个 是轻微的 更加重要呢 其实是 预视着 未来的通胀的情况 嗯 因为金呢 是对抗通胀的其中一个 产品 一个市场 是 所以呢 会不会 金其实就 已经是 反映了 金价的飙升 是反映了 通胀的预期呢 嗯 那我们又要看 看下 另一样指标了 就是那个铜了 那 当然这个油价呢 又回落了 回落了 因为始终呢 经济衰退呢 是 是会有机会回落的 那看那个铜 似乎 好像 上下上下 是 是 是 这个情况 之前跌到 4元以下 是 现在今天又上 4.15元 是 因为旗同 现在就4.15元 已经升到 是 那 旗同的大位 4.2元 就是现在距离 已经不够1毫子了 嗯 那如果旗同呢 真是有标上去 4.2 上呢 那下一个位呢 就是4.6 4.8 的了 那所以呢 那 这下关键 如果同一标的呢 就是 表示呢 通胀呢 就受不了了 嗯 这样的时间呢 就 真是 9月 减不减息 都是未知指数 那我们 真是不要被 一个宽 宽死的 嗯 就是 现在这么说 很多人说 市场认为 一定是 9月减息 还要4分1来 定半来 这样 我们就当了 这件事 是大安主义 就一定减 嗯 不奇 不奇的 因为 很多的因素 考虑 比如说 其他市场的反映的数据 政治考虑 是 至于 政治考虑是 怎样的原因呢 就较为 复杂 我不会在这里说的了 看一下 浅浅的时候呢 会不会再 和大家 暗示一下 就是说 究竟 其实 减与不减 在政治层面上 究竟有 什么 考虑 会不会 在现在 这一刻 就做出来呢 还是怎样呢 我想 星期五晚 就可以详细一点 讨论 因为时间上可以 但是 起码一件事 真的 大家不要先入为主了 以为一定减 嗯 是 所以大家都要密切留意 除了 美国的经济数据 今个星期 譬如说 现在都有炒的 初请失业金人数 另外还有制造业 PMI 也会有部分数据 是会公布的 除了刚刚大师说的那个 有一个留言 也很高水准的 他都说 美国债息 仍然偏强 是 这下呢 我们用来看 这个市 究竟 这个政策上 会有什么方向呢 真的要旁敲侧击 在不同市场看 譬如说 看这个债息 是不是 真的配合到 减息的 动作呢 如果配合到 减息呢 其实债息应该是 一直跌的 但是债息 咦 好像很强 那样 跟着 铜又好像很强 那样 这些全部都是指向息 就是通胀 不减息 或者加息的指标 究竟 会不会有些 春光鸭 有些资金 已经调动 去防 这件事呢 那我们就要观察 那不可以单 一日两日的 走势呢 就可以决定 但是 要观察 趋势 如果趋势 如果趋势 债息仍然偏强 不肯下 还在上 跟着 同价又好像在上 上 最后连油价都上 喂 喂 这样显示 还怎么减息啊 是吧 嗯 是 所以 我们看东西 就一定要 云观点看的 所以 那我们也要留意 很多样东西 刚刚我大师说的 就是 这个美国十年债 都是现在维持 在四厘楼下 就是债价是上升的 那么 顺带一提 那十年和 两年的 两年的债券的 息差 已经是缩窄到 0.08 0.08 0.08 就是说 之前那个 知识倒挂 似乎 将近就远了 是的 那 那现在呢 其实债息的图 就是在走着 三角形的形态 就是说 高低有波幅的 但是这个波幅 越收越窄了 准备 开始就爆变了 那 要留意着 在 现在 到了九月 减息前 的走势 如果 这个走势 上 反映到 债息 真的 爆上 的话呢 真的 可能 可能 未必会减 减 或者减 都是四分之一 来到的 不会再半来的了 那 这个呢 也是一个 预计的信号 我们看着 嗯 所以 有很多事情要留意 就是刚刚大师有提到的 当然了 不是这么简单的 不是这么简单的 所以呢 大家都要留意 刚刚大师也说过 就是铜 除了铜爆上去之外 另外的 金也是 金呢 其实是星期五 那我们那天做链钱的时候呢 金已经是穿了 二千五的了嘛 创了历史高的了嘛 那 今天现在都是 二四九九 都是二千五的位 那 金铜都升的 那 先说一下金先 大师 怎么看这个金 那 那金呢 其实就 之前一直跟大家说 第三季 二千五 二千六 着必备节目 那暂时呢 我看个势头呢 都还是强的 那 金价看下 可不可以到二千六 嗯 那当然了 如果有些突发的东西 譬如说 地缘政治突然落发 那 你 这样的情况呢 去到二千八三千呢 我觉得就 不是意外的 哈 但是 就是不是意外而已 但是二千八到三千呢 这个呢 就要 真的有突发性因素呢 是可能会到的 一个位 但是 当然 就是 我们保守一点 就是二千五 二千六就应该到的 那二千五到了 看看二千六 是 暂时 短线来说呢 就 没有什么 特别的因素 发生的时间呢 都是看 目标二千六 嗯 OK 那金星 铜星 那我们很自然 想起一些 资源里面的股份 就是 之前大师有提过 比如说 赵金 山东黄金 紫金 江西铜 这些 这些股份 我们不如一只看 好啊 其实呢 上个星期呢 已经提大家了 真的留意着 这类的资源股 来了 那 首选危 上个星期 我就说 三五八 上个星期 还是前个星期 已经说了 因为呢 它是超落后 嗯 那和呢 又做金的开彩 又做铜的开彩 那 那现在呢 有少少破了 上个星期的 顶位的 情况啦 那 和现在的价位呢 属于 都是过去 三个月的低位啦 高位呢 差不多去到 19元的 那 那现在你算是 13个多啦 那 直播率很高啦 和单西有限啦 因为你 金银上 同价又 作势上上 同价一标的时间呢 江西铜 起码 多一两三元的 嗯 那江西铜 明显落后少少的 那现在也是叫做升 有少少兜底的情况 现在江西铜 还在13个6号8 那另外呢 我们看一下 比较多些 比如说 2899 资金 是的 紫金 那 紫金呢 通常呢 是第一梯队可以升的 就是你会发觉呢 因为可能 紫金呢 市值啊 各方面呢 比江西铜小了 那 还有呢 也都是的 那你留意 紫金呢 不是说金价升 就一定升的 最重要就是 金价同价一齐相亦齐飞的话呢 紫金通常就飙得很厉害的 那如果说走势 那如果说走势漂亮的呢 紫金比江铜更漂亮的 嗯 不过就升了一些 那这样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你这两个呢 你可以选择 如果选择 想稳定一点 就是江铜 想进取一点 就是紫金 这两个是同类的 就是因为 都是到铜 和金的 嗯 是 另外再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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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七八七 山东 山东黄金 如果你炒金的 只是炒金的呢 就一七八七和一八一百 是 那一八一八交金 又是跟金的 correlation呢 是大些的 那当然啦 通常来说呢 就交金会先 山东黄金呢 就會先走的 那你如果你想稳阵一些 其实最稳阵 也都就是招金了 现在金价 上个礼拜五上了 2,500 跟着今天回吐少少 2,500留下 但是都是249几而已 那如果金价 不停闭 再稍后 飙升上去2,500留上的话 那你就不怕 追一追 招金或者山东黄金过夜 那起码 一日两日的食物 应该都没问题的 所以大家抄定这数据 放定watch list 比如刚提到的招金 紫金 山东黄金 江西同这些 大家留意定 好 我们回来看看广告先 刚才广告很厉害 升超过200点的 现在说的是 恒指现货准176的 今天那些科技股又OK啦 又带动啦 阿里巴巴巴 刚才穿8 那一 过位啦 都说过位啦 82,83 那又重了82.4 科技股 怎么看呢 大师 巴巴巴 腾计划指现货准176的 继续啦 其实出的业绩之后呢 基本上改观了啦 腾讯的业绩就是理想 谁人都知道啦 嗯 那还是出完业绩后 第一日呢 就散了散下来 震了你 跟着现在抛上去 那就是告诉你 那一刻是震货啦 嗯 好啦 跟着阿里巴巴业绩呢 就中规中矩 不是太理想 但是给你看的前景呢 就非常凉丽 跟着也都很多憧憬啦 包括 北水可以买啦 9月啊 那还有一件事都未公布啊 就是说 1加6加N的分册啦 我想会到10月 11月呢 就有眉目的啦 那所以 其实 其实 很多东西 已经配合了 看回现在阿里巴巴的股值 是偏低啦 是 那今天 看回走势上呢 爸爸呢 就很明显是强过腾讯的 那爸爸今天是高开 继续高走 今天最高挑战到82.4 那对上一次的顶 就是84.6多的 看看有没有机会 再继续冲上去 试试破顶啊 你这个位置 那其实爸爸 除了爸爸强之外呢 哇 那9618了 京东 9618就没得说的了 他穿了 上次呢 在这个7月12号啊 不是有眼棺材 一个十字升的 破了这些位置啦 现在上到113.6了 今天升半成了 京东 没有的啦 如果你 你业绩前没有追的 现在到这里呢 其实就 直播率 没那么高 不是说他不胜 而是说 你由 由之前100元 松一点的位置 上到现在 已经是113.114了 再拼就拼多多少呢 再拼就是8.2元的关口咯 嗯 但是你已经升了十几元了 你再拼几元 又似乎短线的直播率不高 嗯 但是你说中长线的 那我觉得是值得买 因为如果中长线的部署 就没理由 现在这样升了上去才买啦 是不是 嗯 就是如果你说 哎 有回108元啊 留下呢 那你就可以中长线部署啦 嗯 好 回答一下一个问题 虽然有个网友呢 就是很多都拿着一些爸爸的 有些是拿着爸爸的 有个就说拿着这25565 800万两个网友先 25565 25565 你为什么要先走了呢 这样冲上去 这些问一下大师先 这些短线的 首先256月65 98.98即是99元行使价 4月到期 那这种呢 走的迫切性呢 不是太大 但是当然啦 你说喂 升了很多 因为我不知道你多少钱买嘛 如果你是很便宜的时间买的时间呢 升了这么多 当然是走三分一 留三分二 继续飘啦 那你就变成了 补了本之余呢 也都不介意 就继续找一些利润 来到再煲啦 因为 这下呢 阿里巴巴呢 嗯 我觉得暂时短线位呢 就83至85的 但是有没有机会呢 在未来一两个月呢 再上去挑战100元的关口呢 是绝对有机会 嗯 但是 当然啦 你说喂 因为始终是倭卵的嘛 如果他说 去到85元 挖回到78元 才会再上去 那你就变成了 是不是 所以 怎么也好 吃三分一 先 留三分 来到 来到 帮 啊 这样才是最理想的策略 也都是最明智的策略 嗯 咦 有个就说 行使价8月那么容易 就是21672 我们先回答 哦 21672 不是我一路一路推的 21672 喂 21672推的时间 应该 一两仙的了 两仙到啦 我想他 应该买的时候 我估计 怎么也会赢的啦 应该会赢的啦 这一只就 就 不同点啦 因为这一只呢 9月到期 是 啊 还有呢 已经入了价内了 所以呢 理论上呢 就应该走三分二 留三分一 因为 进了价内之后呢 那个对冲值呢 就会越来越高的啦 现在那个对冲值是0.5 如果再深入价内呢 就 对冲值呢 就是可能0.7 0.8的 嗯 所以呢 用小部分 来到看去到尾 啊 哇 如果 一个不介意 啊 不要说去到9月啦 去到8月尾啊 啊 阿里巴巴上回九十几元 哇 那 因为现在呢 那个网友已经说了啦 他的买入价呢 是2,4 已经赢了一倍 有多的啦 一倍有多的啦 其实呢 你可以 大贪一点的呢 就沽一半留一半 你先补了一半 是 是吧 零成本啦 是啦 如果不带贪的 就拿 沽三分二 就 啊 拿了个利 啊 至少 现在你赢了一倍的利 是 跟着剩下的三分一呢 就跟他拼到尾 因为这只和刚才那只不同 嗯 这只呢 呃 到期日呢 是近的 是 啊 那有机会呢 收个 啊 收个时间值啊 等等因素呢 就没有那么着数的 除非他 再继续爆边的 所以呢 就用三分一来拼爆边 嗯 是啦 有些有些不同 这只就因为再短身一些 是啦 所以 还有 现在都吃人成倍啦 起码吃一半的话 你已经不会输了 没得输了 那 大家记住啊 还可以 还可以 有个策略呢 就再找一些软点的 转底一点 是啦 去转 啊 譬如说呢 即是这样说 现在六个先啦 是 吃了糊 啊 那呢 你找一只 软点的 旗的 啊 可能 现在还是价外 一两仙的 是 那来到 来到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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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喏 我有一只啦 是 喏 真是不要抢来买 是 这只你捕来买 喏 我很害怕 一说个数字呢 跟着就 不停抢不停抢 喏 有一只呢 就两 现在就是 先九两仙半 即是两仙岭啦 嗯 那 最紧要一样东西呢 就是说什么呢 他的年期就长点 不过 都不是太长的 11月 嗯 所以啊 是拼拼一下的 那你 譬如说 沽三分二 留三分一啦 那你多拿一注本来买这只 那这只 的好处是什么呢 他行使价是112的 很久的 很远的 什么码 哈哈哈 是 我会说 哈哈哈 卖一下关子嘛 哈哈哈 11月到期 112元行使价 是 但是 他的行使比率 你知道多少啊 不知道啊 多少 10对1 哇 是不是爆炸性很强啊 这只呢 你就预了 首先 有个壮烈犀牲的 心理关系的 所以你不可以买得多 是 轻住 轻住 但是 小小呢 如果真的走上去的时间呢 就爆炸力很强啊 这只呢 就是24946 啊 249 我新到先 我有的啦 我有的啦 是 我是 在一仙 一仙一买的 那时候呢 差不多是先二 一仙那样 我就在先一买的 啊 已经买了两个星期的啦 啊 现在都差不多 差不多接近一倍了 现在都一仙九 是啊 我的策略呢 就是说 去到两仙几三仙呢 我就会走一半 嗯 那就剩下呢 就 费啦 那些货 是的 是的 费货 就算输了也不会任用 但是 如果一个不过意 你不用说去到112啊 你去到九十几一百元的时间 已经六七仙啦 因为 十对一嘛 那 波伦呢 就是这样玩的 不是死糊糊的 这个很明显不是广告来的 这个 这个不是广告来的 好明显是的 大家有看 这个是哪个八行 虽然知道 一定不是广告的 大家抄下一定是广告的 不要说我们 没有说策略 是的 是的 有个人呢 什么 Mansy 什么呢 说一早听大师说 沽美股 现在越高越高 那这些 废柴 不是又是在那打 在那欺负 有吃糊的哦 我们又带下车 喂 下到低位叫你吃糊 我跟着蛋糕上来 一路只是落黑的 你有没有搞错 你有没有听啊 小伙子 真是 这些 这些人不行的 不要这么劳气 大师 早上 我们早上 不要这么劳气 我们正面一点 哈哈哈 真的 好 Carrie Yip都说了 证明了 又叫吃糊的 你有没有搞错啊 有 我们连那些 那些磕卵都说了 尽量回答大家的问题 都有跟得贴的事 叫了大家吃糊 记住 不要说我们没有叫 又叫上车 又叫下车 就是带着大家一起炒 那我们看回 现在的港股 都是升接近200点 是很硬的 那留意一下 今个星期都有很多重磅股 会出业绩的 包括 Carrie Yip又快手 另外还有大师 很多爱股 2382 这都是星期二出 另外还有 星期三有 港交所 另外还有百度 网易 等等 小米 大师想说哪些 业绩 是超前部署 我说一下 说一下港交所 好 又是 你不要等到业绩来部署 港交所 的图形已经开始走上了 今早他都低开 他低开了一点 跟着 跟着 就抛上来了 现在图形有点破油 所以你炒technical 炒技术上 都是搏出业职前 先走上去 是 那 港交所 现在 正在做233.2 好像 看回 图形 有点 还行区间 准备 可以 向上突破 那 现在这个位置 已经是到 七月尾八月头的 两次高位的顶 是啊 那 如果一下突破 比如说 去235元左右 那 确认破位 就量度的升幅 就250多了 那 你就算短线 博以20元 都有直博旅 加上你 业绩前 那 其实 香港的业绩 看到 真的不是建光死了 是建光完真正 创完就飙上去 就是表示这个业绩 未必会来 不要紧 最紧要就是前景 前景是量例 这样就可以了 嗯 好 那说交所 大家也是 前两个星期大师 已经要留意定 这些 要留意定 那时候买了 现在已经吃了 是啊 另外 科技股方面 我们讲讲 小米 小米 星期三出业绩 这种又怎么部署好呢 120 小米 就走上去 是啊 爆上去了 我 我就兴趣不大的 爆上去 就是 如果 譬如说 我没爆之前 上个星期 都推了 超过金盘 是啊 推了小米 吃了 那现在再爆多一点 18.34 左右 那你就应该吃一半 是 其实现在这些位置 吃一半都OK 那剩下那一半呢 又是了 在赢赢的之下 来去博业绩的 是 业绩 业绩那方面呢 我看它呢 都不会差 不要看汽车那里 汽车那里 一定是一个拖累的 但是呢 起码看它 就是说 手机的销售 家电的销售 那方面呢 增长是理想的 所以 如无以外呢 这个WING 就是大约 上面是19 20元 下面呢 可能是17元 那现在 既然我们上个星期 但是 博重了的 现在就吃一半留一半 嗯 那就是有卵的 起码是一半 才一样 那些倭轮 因为在业绩之前 已经开始 爆定了上去 这一只 是的 大家留意 听清楚 又叫大家吃糊 OK 好 另外还有 这个 不如说一下 我说近一点 那星期二出业绩的快手 都是科技股 这个有没有 看呢 大师 快手呢 我想跟随 其实这些位置 AI很厉害 是的 第一样东西 这些位置呢 有直播率的 因为它低位呢 大约42 43元左右 那现在你算44.8尺 不算抽得高 还有呢 8月中的阻力位呢 大约46元左右 那所以有机会的 那加上气氛 嗯 你要看 现在波技股的气氛 是不是逐步向好 就是比如说 腾讯阿里巴巴 是啊 那更多个位 如果是的话呢 拜手是有机会追落后的 好了 再者 就是说AI的业务 可以说 我不知道 它公布未 但是 它的AI的发展呢 可以说 是不会少得过百度的 嗯 也都不会差得过百度的 只要是时候公布未的 嗯 那所以 其实这些位呢 收集来买一下呢 我觉得都没所谓的 嗯 是 大家留意一下 这一只 看看有没有 留意一下我们这些 鸾箱的节目 看看有没有 大师或者 姚智会不会推介一下 或者唐哥 看看有没有 推介一下 是啊 这个快手 好 另外有网友想问 匯控呢 但是我们讲了科技股 讲一下匯控 可不可以推出呢 匯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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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位呢 就尴尬少少 我想等到他69至70元那些位才沽 嗯 那些位沽呢 就安全和放心 这些位呢 尴尬少少 嗯 因为 是有权呢 走多两三元的 嗯 但是 其实你看呢 匯控呢 有一样东西 我觉得就 安心的就是 恒生的 业绩的表现 已经告诉你 所以 匯控拿着恒生的 所以呢 那些呢 匯控呢 你高位做股呢 就其实是安心的 嗯 好 那今天呢 我们真的答不过那些问题 不好意思啊 那 好了 最后也要先问 我们今个星期 有什么焦点 股份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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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是讲交所 不是 资源股 是啊 那怎么办呢 很难搞啊 比如这样 我们 贪心点 是 三五八 三五八 一八一八 不要搞这 搞这 港交所 三五八 一八一八 二八九九 三只 好啊 总之大家 今个星期焦点 大家留意着 一些资源里面的股份 是啊 是啊 所以大家可以抄下你的 number 如果你懒的 就不想打完三只 就这样打资源股就可以了 是啊 大家记得他 好 今天节目时间 我们在这里差不多 我们先去讲个break break 之后回来继续有 敏感期权谱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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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recafinance 揭力提供准确资讯 为不保证绝对无误 资讯如有错漏而令各下蒙受损失 不论公司是否与侵权行为 定立契约或其他方面有关 本公司与不负责 同时recafinance所提供之 投资分析技巧与建议 只可作为参考之用 并不构成要约、招揽、邀请、有史 任何不倫种类或形式之身术 或定立任何建议及推荐 读者募请运用个人独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资决定 如因相关建议招致损失 不代表recafinance 立场